先喝一口 好了,又回到我們移民達人 體育TAT和SNFT 聯合搞的這個節目 今次請到奇哥上來 講一下英國方面的移民 現在香港人最關心的是BNO和5加1的問題 5加1中暑暈 有些人說很難的 五年用過去,然後最後那年要考英文 還有你家人在那五年內的醫療、工作 很多奇怪的問題會出現 我相信這件事真的要在現場 可以在英國和我們解答一下嗎? 是,雖然你好 如果想說申請Visa來說 我家人和我申請過很多,為了留在英國 都申請了國內的Visa 尤其是我們當時是用一個所謂的企業加移民的方法 申請的時候 真的填表都填到理所 很多資料都交到你傻,還有很大壓力 很多資料 寫一本報告書都這麼厚 因為我們始終英國是處理的Visa 要求的文件 一般的移民都是一樣的 都是很多很濕碎的 我們很多就不喜歡找移民顧問去做 想自己做 原因是我不是找移民顧問去做 我自己做 當然我用的方法也是 因為我也聽過很多移民顧問在香港的公司 我聽完之後 我發覺最有效 可以建議大家考慮的地方 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些需要移民的律師等等的支援的話 我較為傾向聘請當地的移民律師 即是英國的英國律師 就不一定會找香港的移民公司 所以整個搞的簽證安排 我都是自己做 然後透過一些手續上的事 就透過英國的律師幫我做 所以說話很煩很煩 但BNOVisa其實真的類似什麼Visa 就類似歐盟脫了歐之前 而且現在 他用網上去申請留在英國的做法一樣 一樣都是相對簡單的 如果你在英國居住的話 已經在住的了 即是工作簽證等等 你轉BNOVisa 方便的程度是 你又不用召費 又不用提交入息證明等等 就不用的 都不用的 那差不多調一份幫 說回你現在住在哪裡 等等的事情 因為你有了 那你根本是十多分鐘 你就處理一個申請 網上處理 就算是你在香港申請也好 而透過網上 有人說網上有BNOVisa 你知道吧 新的東西一定是有BNOVisa的 那個應用程式 那他的流程慢慢慢慢就會順 在網上的申請 其實跟你申請BNOVisa一樣 跟你申請這個特區護照 都不是太多符合的地方 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你要填你過去十年 即是離開香港去哪裡 你就要花點心思去哪裡 找出來 然後其他東西 都是申請信用卡的東西 即是你提交你銀行業結單 你來到英國的話 你都要安排你的住宿 那就是要求你這些東西 你申請那個 去歐洲的簽證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即是當年你 即是特區護照 即是香港人過去是太過方便的 那你對所有申請Visa 你都很複雜 其實BNOVisa 相對我們申請所有的投資移民 所有企業家移民 所有STAR VISA 都是很方便的 其實換言之呢 英國方面 其實已經有了前歐盟的做法 作為參考 那現在我們的BNO 其實就繼承歐盟的做法 來做一個延長 不過對象就是我們香港人 其實嚴格來說 對那些官員來說 其實很簡單 是啊 譬如現在歐洲 他們有一種叫做 歐盟城 在英國 如果想繼續存在的話 它有一種叫做 Presettlement Visa 即是說你來了英國 解釋是來了一年的 那你現在就想留在這裡 網上禁禁禁禁禁禁 那就會變紙給你一個Visa 就繼續留 它的做法跟香港BNOVisa一樣 就是5加1的 都是5加1的 都是5年的 那就是說如果在英國來了是半年的 它申請一個Pesettlement Visa 再加多4年半 它就可以有這個永久居留 再加多1年就可以入籍 所以現在BNOVisa和歐盟脫了歐之後的Pesettlement Visa 是同歸的 同樣是用一個簡便的手續 讓持有BNOEligible的人 是可以來英國的 那說真的 可能那個所謂的Eligible的面子 比歐盟大很多 歐盟的人都是說你來英國的話 如果你帶著你的小朋友過來就可以了 但是5加1的BNO可以去到 你女朋友也可以 男朋友也可以 然後你家人 弟弟姐姐等等 你一家BNO 對上三代對下三代 對橫 對橫 你的親屬都可以 姐姐等等 整棵樹 整棵樹 整棵森林哥過來 是的 其實在所謂的有效資格上 還比歐盟的Pesettlement Visa 是較為寬的 都是寬的 奇哥 官員那方面相對熟悉 但我想問一下 當地的英國人 即是那邊的人 他們對這件事 即將來可能會有很多香港人過去的時候 反應是怎樣呢 是歡迎 還是 大件事 我想第一件事最重要的是 英國其實 雖然都是白人王主的一個社會 但是其實已經是很多種族多元化了 到倫敦的情況 你看到所謂不同族裔的人的面貌 你都會看到的 很多的 當然北面和其他地方相對慢慢 都是以本土英國人為主 但是以倫敦 大倫敦 或者我們熟悉的一些城市 萬城八明漢 牛津建橋 李物浦為例 其實真的多種族 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 就已經 不是說單一 覺得你是 香港人 或者中國人 或者等等 是覺得很 我覺得很煞有介事 就不是了 第二 就算有多少人來 現在不知道 就算你有幾百萬人來 說真的相對歐盟成員的人 在英國的房子 冷地也幾百萬 現在歐盟 拿帖子和其他約定案 留在英國工作和居住 至少最低限度有340萬人 你在生活的時候 就會發現 就算你打電話 客戶服務熱線 那些人的 英文的標準程度 都跟我們差不多 都很容易聽 那麼有點像我和萊波 當年在新加坡一樣 所以他們根本上本地的土生土長白人皮膚的英國人 其實對於聽到一些一塊塊的英文 其實一路以來都集結為常 有時候都是請去餐廳吃飯 就是歐洲人surf他 大家都是讀一下讀一下去治一下 打電話一刻是服務中心 那個不知駁在哪裡 城市很國際化 所以不一定是標準牛津英語在這裏能夠生存得到 其實大家都在這裏互相適應一些當地和種族的文化 不如這樣吧 講到民生這方面 講述都講不完 現在這個時間不如停一停 我們下一節回來講什麼呢 講一下有小朋友的家長 如果他們真的過去的話 找讀書、找學校是怎樣狀況呢? 體育TNT的朋友 要大家幫忙 看到下面有個紅色按鈕 訂閱或訂閱 按一下 證明你支持我們 多謝 多謝